欢迎大家收看今日六度世界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主席表示 加快技术突破的步伐 前赞比亚总统被告知停止政治性慢跑 已经花费了10亿英镑 而且还在继续 那为什么切尔西的表现越来越差呢 西方有道德责任帮助建立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和平 埃及将于12月举行总统选举 预计西西将获胜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前赞比亚总统被告知停止政治性慢跑 英国美日电讯 赞比亚前总统埃德加 轮毂被警方告知不要与支持者公开慢跑 警方称这些慢跑活动属于政治行动 警方表示 轮毂与他的爱国阵线 PEF党员一起进行的锻炼活动构成了非法集会 他应该只由官方保镖护送 轮毂在2021年失去了权力 现任总统哈凯恩德 吸起来马 但据信他正考虑在2026年的选举中卷土重来 轮毂及其支持者声称 他是受到政治动机的反腐猎物行动的受害者 已经花费了10亿英镑 而且还在继续 那为什么切尔西的表现越来越差呢 英国独立报 根据独立报的报道 切尔西最近的困境可以归因于俱乐部做出的一系列糟糕决策 包括解雇主教练格雷厄姆·波特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俱乐部的支出已经超过了10亿英镑 但球场上的成绩并没有改善 切尔西在过去19场比赛中只赢了三场 报道强调了缺乏出色前锋的问题 并暗示俱乐部的招募策略 包括牵下一受伤的球员已经适得其反 西方有道德责任帮助建立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和平 半岛电视台 国际社会在过去30年里 已经三次未能阻止阿塞拜疆与其分离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族之间的冲突 最近的冲突导致了许多人死亡 大规模流离失所和该地区的动荡 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大约有12万名亚美尼亚族人 冲突发生后 许多人已经开始向亚美尼亚迁移 这种大规模的离散 预计将引发该地区进一步的不稳定和冲突 作为亚美尼亚的官方安全保证人 俄罗斯未能保护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利益 并未介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紧张局势 欧盟和美国也对阻止流血和建立可持续和平在该地区表现出很少的兴趣 国际社会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导致了三次战争 并为更多的冲突和流血铺平了道路 如果西方国家想要展示对国际自由秩序 和防止流离失所和种族压迫的承诺 他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阻止该地区进一步的冲突和流离失所 埃及将于12月举行总统选举 预计西西将获胜 路透社 埃及将于12月10日至12日举行总统选举 现任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 阿尔西西被普遍预期将获得连任 由于2019年宪法修正案 阿尔西西可以竞选第三个任期 尽管她尚未正式宣布参选 但清政府党派已经开始支持她的连任活动 阿尔西西在2014年和2018年的两次选举中 以97%的选票获胜 另外还有四名候选人表示有意参选 包括前议会成员埃哈迈德·埃尔坦塔维 她声称她的同事已被逮捕 并且她被禁止举办选举活动 阿尔西西的总统任期以打击意义为特点 活动人士声称成千上万人 在没有公正审判的情况下被监禁 加快技术突破的步伐 习近平主席表示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浙江省期间 呼吁加快科技突破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 她还敦促地方官员对私营部门提供更大支持 并振兴农村地区以刺激经济增长 习近平此次访问正值中国与西方的科技战加剧 以及与美国在贸易方面的紧张关系 托特纳姆热刺签下了克罗地亚新星 并宣布计划于2025年加入 英国独立报 热刺已签下16岁的克罗地亚后卫 卢卡·伍斯科为奇 伍斯科为奇将于2025年从哈伊杜克·斯普利特加入英超球队 并签下一份为期至2030年的合同 他于2023年2月在哈伊杜克·斯普利特首次亮相职业比赛 并成为克罗地亚顶级联赛中最年轻的球员 当时他只有15岁 伍斯科为奇为哈伊杜克·斯普利特出场11次 并帮助球队在上赛季赢得了克罗地亚杯 他还为克罗地亚U17国家队出场5次 据报道 伍斯科为奇还受到曼城 切尔西 纽卡斯尔 利物浦和巴黎圣日尔曼等其他俱乐部的兴趣 但他只对加盟热刺感兴趣 纳赫切万是什么 在奈格尔诺 卡拉巴赫之后 这是否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下一个危机 美联社 预计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 阿里耶夫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将推动纳赫切万 与阿塞拜疆其他地区之间的陆地连接 亚美尼亚反对阿塞拜疆提倡的走廊概念 称没有亚美尼亚检查站的赞格组尔走廊 将损害该国的主权 地区重量级国家 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立场 也可能发挥作用 土耳其支持一条陆地走廊 以便与突厥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联系 而俄罗斯表示 这样的走廊是可行的 中国表示希望欧盟能够解除 对高科技产品的限制 以便向中国出口 路透社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在北京举行的高级经贸对话中表示 希望欧盟能解除 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限制 他表示 双方都同意合作稳定供应链 反对脱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